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天气不冷也不热也比较少下雨 蛮适合去野餐的哦 哈哈村的村民会准备哪些食物去野餐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哈哈村的村民每天都笑哈哈 哈哈村的村民都喜欢吃蔬果 哈哈村的村民只吃自己喜欢的蔬果 哈哈村村长胖胖熊最喜欢吃玉米、地瓜和马铃薯 他觉得香甜的玉米、松软的地瓜和马铃薯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可惜哈哈村民没有几个爱吃 有了 我可以举办野餐派对 再把玉米、地瓜和马铃薯 做成好吃的料理 带去请大家吃 到时候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爱上它们 胖胖熊就决定把蔬果野餐派对 办在星期天的早上十点钟 地点在清新草原 主题就是要好吃的蔬果 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 胖胖胖熊还亲自写了卡片 邀请大家来参加蔬果野餐派对 大家收到卡片都好开心哦 忙着准备自己爱吃的蔬果要带去野餐 村长胖胖熊烤了马铃薯 煮了玉米 炸了地瓜球 一边准备一边流口水 他心想这么好吃的食物 大家一定会喜欢 蔬果野餐派对日到咯 天空蓝蓝的 微风轻轻地吹 绿油油的草地上 铺上一块野餐布 大家都来了 各自提着一大篮 满满的食物 胖胖熊这里走走 那里瞧瞧 看大家带了什么样的食物 小兔子带了好大一盆的生菜沙拉 里面有好多高丽菜和窝具 刺猬带了青椒和豆子 狸猫带了水果拼盘 松鼠带了好多番茄 猪猪带了苦瓜汤 小黄瓜和优格 看来还是我带的食物最好吃 胖胖熊心里想着 野餐铺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 大家一边聊天 一边开心地吃吃喝喝 但是都只吃自己带来的食物 胖胖熊把自己带来的美味食物拿出来 想跟大家分享美味的地瓜球 没想到大家只顾着吃自己的食物 没有人要吃地瓜球 来来来 吃看看我做的地瓜球 很甜哦 胖胖熊拿起一颗地瓜球 递给小兔子 地瓜太甜了啦 小兔子一边啃着高丽菜 一边笑着说 我的生菜比较好吃 你吃吃看哦 说完 小兔把生菜拿到胖胖熊面前 哦 这哦 胖胖熊不敢吃生菜啊 它正要开口的时候 刺猬说话了 生菜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的青椒和豆子最够胃 村长 你试试看 哦 胖胖熊最怕青椒胃了 它正要咬头的时候 松鼠说话了 青椒不好吃 松鼠赶紧把番茄放到胖胖熊嘴前 我的番茄酸酸甜甜又营养 快来吃啊 番茄哦 胖胖熊最讨厌酸的东西了 它正要推开番茄 狸猫说话了 番茄太酸了啦 吃吃我的水果冰盘 甜蜜多汁要帮助消化哦 我觉得水果太甜了啦 猪猪说 小黄瓜营养丰富 我带了很多哦 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小黄瓜有怪味 地瓜比较好吃 胖胖熊说 你的不好吃 我的最好吃 才不是我的比较好吃 我的好吃 你乱讲啦 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胖胖熊忽然站起来 把一大块烤马铃薯塞向猪猪 真的很好吃 吃吃看哦 不喜欢吃马铃薯的猪猪 用力转身 撞到刺猬 被刺猬的尖尖刺得跳起来 踩到松鼠的尾巴 松鼠又撞到了小兔子和狸猫 大家撞成一团 手上的食物都飞起来 混在一起了 大家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 笑了出来 胖胖熊吃了一口 盖在头上的小黄瓜和马铃薯 味道 其实挺不错的 小兔子 吃了掉在生菜沙拉盘子里的地瓜球 惊喜地说 哇 好好吃哦 高丽菜 包番茄 加上优格 哎 好吃哎 小黄瓜 青椒 和豆子 沾优格 嗯 脆脆甜甜的 好好吃 苹果 番茄 和奇异果 穿在一起 有酸有甜 哦 风味更好哎 你们快来吃吃看 凤梨苦瓜汤 好好喝哦 哦 原来 不同的蔬果 搭配起来 滋味这么不一样啊 从此 哈哈村的村民 常常一起研究 蔬菜大餐 现在 哈哈村的村民 更爱吃蔬果了 而且 只吃各式各样的蔬果哦 好 这个故事就说到这边 小朋友 如果你去野餐 都是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哎呦 叔叔蛮爱吃地瓜球的 所以如果胖胖熊 请我吃地瓜球 叔叔一定会先吃的 叔叔也很喜欢喝水果茶哦 像是把甜甜的苹果切片 再加上酸酸的百香果 喝起来 酸甜又很香 不同的蔬果 混在一起 其实比单吃 更好吃哦 说到了派对 在这欢乐的气氛 哎呦叔叔要祝福 11月的小寿星 生日快乐哦 今年七岁 上小学一年级的言心 生日快乐 谢谢你一直听 矮游叔叔说故事 矮游叔叔也很高兴 可以用故事 陪着你长大哦 其他的小寿星们 也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一起在派对上 吃好吃的东西吧 也别忘了 最终矮游叔叔的 脸书Podcast 和YouTube频道 听更多的故事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